打开落地窗 瑞瑞坛虎光山色 尽收眼底 香客大楼 摇身文创旅店 在瑞瑞坛景区小有名气 却被游客破文指控业者大玩文字游戏 投诉人说一家四口来南投旅游 订了双人房 却被柜台告知 没办法让梁大梁小入住 让他傻眼 询问三岁以下站床不是不收费吗 柜台回应必须加价一万元升等房型 让投诉人气到破文 一个婴儿你跟我收一万 室友妇辣妹保姆吗 双人房最多只能加一位 一位第三位 那第三位小朋友就是要六岁以下 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的四人房的房间 以及整个view整个设施设备 都比较高阶 所以它的差额才会是比较高 业者强调为了住房品质 官网上都有明文规定 双人房最多只能加一位 且要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再加第四位不管年纪都要再加价 饭店一开始就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饭店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还是会先看饭店的说明 对可以带几个小孩入住 如果不行的话 理所当然被为难 暑假的周六 警官双人房收费850028元 消费者知道要补差价一万 七到干脆不住了 依照定型化契约 当日取消收取全额 一家四口没看好游戏规则 只好另寻住处 记者从小留言里面接南投报道